哈囉大家,我是你的家人Drey 歡迎回到新手山特區 今天這一集要來帶大家的是 在跑步之後的收抄環節 收抄也是訓練之後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如果你在收抄不確實的話 通常你在隔天可能會有延遲性痠痛 記得喔,跑步之後的隔天痠痛 不是什麼乳酸堆積啊 乳酸不會堆積這麼久的 所以隔天的痠痛 通常是因為你前一天過度訓練 肌肉已經有一定程度的破壞 在隔天開始有一些延遲性痠痛的產生 所以今天我們要教大家 如何在訓練之後可以有效的收抄 讓你可以在肌肉 下一次訓練之前 保持健康良好的狀態 準備應付下一次的訓練 那我們就開始吧 配合你的呼吸吸氣 15秒之後 地步往後坐 往前延伸 腳跟著地 摸到你的腳尖 重心往前壓 OK,那我們在訓練之後 收抄最重要的當然是 腿部的放鬆伸展 因為在我們過度使用肌肉之後 通常就像橡皮筋拉很久 拉到鬆掉一樣 你還是要勢必的讓它伸展 讓它會有效的去恢復原本的彈性 對於下一次在訓練開始之前 會是比較好的狀態 所以我們第一個從腿後側伸展開始 那我們雙腳先併攏 直膝往下 直膝前彎 這個時候往下延伸的時候 你會感覺 第一個腿後側 大腿啊 小腿可能很緊繃 甚至有些人可能太緊的情況 欸 膝蓋就彎曲了 所以盡量膝蓋打直 碰不到腳尖沒關係 盡量垂直放鬆 膝蓋打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才可以有效的伸展大腿後側 跟小腿後側 如果可以的人 稍微往下去摸到你的腳尖 也可以配合你的呼吸 吸氣 吐氣放鬆 往下 吸氣 吐氣放鬆 把你的伸展的程度越拉越高 讓你可以有效的去放鬆第一個 腿後肌群 第二個呢 我們做一個前後交叉步 把前腳繞過你的後腳 前後交叉之後呢 一樣往下做一個延伸 這個時候可以感覺到 比較明顯在伸展的部位呢 是後面這隻腿的大腿後側 所以往下延伸的時候 前腳 目的是要把後腳往後推直 往下一樣摸到腳尖 吸氣 吐氣放鬆 吸氣 吐氣放鬆往下 OK 每個動作我們大約伸展15秒 接下來交換 換邊 左腳繞過右腳一樣往下往後延伸 記得做的時候要感覺 後面這隻腿的腿後肌群 有被伸展延展的感覺 往下放鬆 1 2 3 順順的數要15秒 吸氣 吐氣放鬆 OK 慢慢起來 在做這個同時呢 你就要感覺到 你的腿後側在放鬆完 好像有感覺稍微放鬆一點 接下來做下一個動作 下一個我們要做的是 卡進速的伸展 很多跑者跑到後面會覺得 常常膝蓋很痛快IT band 就是卡進速症後肌 通常都是外側 骨外側肌群 臀足肌臀肌 沒有妥善的放鬆伸展的關係 所以我們要做這個放鬆動作 是對於跑者來講很重要的環節 大概一隻腳站穩之後 另外一腳往側邊跨出去 手撐著腰往反方向推出去 這個時候你要感覺 這隻腳的踏腿外側 還有連接到屁股的位置 這個地方 都是有一個很好的伸展 這個位置的伸展很重要 因為通常你沒有放鬆它 過一陣子練習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訓練量累積起來之後 就很容易會有一些 卡進速症後群的產生 就會覺得 我怎麼覺得膝蓋越來越痛 空關節很緊 就是沒有好好做這個放鬆伸展 關鍵 然後每次一樣15秒做完 換邊再做一次示範 現在要伸展的是右腳的位置 所以右腳站穩 左腳往前做一個交叉 大約兩個腳寬的位置 然後手撐著你的腰 往反方向推出去 那這個時候會覺得 右邊的這一側 髖關節 臀中肌臀肌會有一個好的伸展 配合你的呼吸吸氣 吐氣放鬆 我好緊好痛 OK 大概15秒的位置 就可以讓你的空關節 大腿外側連接到屁股的位置 有個還蠻良好的放鬆 下一個動作 好我們剛剛伸展完了後側 伸展完了外側 下一個我們要伸展大腿的內側 但我們做一個蹲馬步的動作 蹲馬步把屁股往下做 馬步扎著穩 下一句是什麼 嗯 繼續 好不好 我不知道怎麼講 滿不扎的穩 接下來右邊的肩膀 我們要往左下方壓 這個時候你可以把兩邊的腿 用手的位置把它撐開來 你就會覺得大腿內收肌群 會有個良好的伸展 往下壓的時候 會感覺到 哇大腿內側筋筋的感覺 第二個會感覺到下背肌群 後側 會有一個還不錯的伸展效果 頭往後看 記得這個時候做的 支撐手 手打直 手身體把軀幹往後轉 那伸展的位置呢 就是大腿的內收肌群 還有你的後側的下背肌群 OK大約15秒之後換邊 一樣撐好 頭往後看 手肘打直 配合你的呼吸 把雙腿的內側撐開來 去伸展你的大腿內側 以及下背肌群 記得做伸展的時候 都要保持持續的呼吸 不要憋氣 才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好的效果 OK 下一個動作 下一個我們要做弓箭步的伸展 一樣前後弓箭步 那這個時候呢 可以小小的偷懶 把後邊的膝蓋著地 膝蓋著地之後 可能有點痛啊 大家再稍微墊個東西 然後把屁股往前推 這時候會感覺後腿的髖關節 這個位置 是有一個良好的伸展 屁股往前延伸 頭可以往上 配合你的呼吸吸氣 吐氣放鬆 那記得你的後腳腳尖方向 也要朝正前方 這樣才可以有效的伸展到你的髖關節 喀腰肌群 那有些人做錯可能就會像這樣 往內凹了 這樣就會伸展到不對的位置 所以記得轉正 屁股往前推 身體曲幹打直 那這個動作可以延伸的就是屁股往後坐 然後坐在你的後腳上 前腳打直 然後再往前延伸做一個 前腿的後側鏈的伸展加強 所以這是一個聯合起來的動作 弓箭不完 沿接著屁股往後坐 往前去摸你的腳尖 伸展你的大腿後側更深層的位置 呼呼 OK 換邊 OK 換邊 屁股往前推 配合你的呼吸 15秒之後 屁股往後坐 往前延伸 腳跟著地摸到你的腳尖 OK 下一個動作 下一個動作我們要伸展的是屁股的位置 一隻腳要做翹腳的動作把腳翹起來 翹起來之後呢 身體重心往前壓 靠近你的小腿 這個時候你會感覺 這隻翹起來的腿呢 腿外側 就是屁股的這個位置 會有點伸展的感覺 所以身體往前靠 膝蓋往外壓 這個時候保持你的呼吸 吸氣 吐氣放鬆 搭配你的呼吸節奏 可以有效的去伸展你的臀外側 骨外側肌群往前壓 所以是離地就對了 離地 沒錯屁股要離地 坐在地上可能伸展效果比較有限 離地之後身體往前 一樣大概15秒之後換邊 翹起來 身體往前壓 膝蓋記得要往外壓出去 才可以有效的伸展到你的屁股外側 OK 接下來延伸下個動作 銜接下去的是要伸展 骨絲頭肌的伸展 所以待會一樣 啟動位置一樣 那一隻腳踩穩之後 一隻腳往前推 那手可以往前伸展 到一個不會這麼負擔 手不要那麼重的感覺 要讓你的重心放在前腳的位置 一隻腳往下延伸 另外一隻腳踩穩 屁股是坐在你的腳跟上面 這個時候往下伸展的時候 就可以感覺到 骨絲頭肌群大腿前側 有個很好的伸展 通常訓練一段時間 如果你的骨絲頭太緊 就很容易會有鐵腿啊 或是ITBAN的可能 所以記得骨絲頭肌前側伸展 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你真的對於這樣伸展的動作有難度 你也可以先從像這樣 起跑的預備姿勢開始 手撐地 然後慢慢的手往後移動 往後移動 往後移動 到這個位置 再把手往後撐下來 那這樣的位置就可以 到我們目標希望做到的伸展的角度 那一樣15秒之後換腳 一腳往前延伸 一腳往下壓 OK 骨絲頭肌伸展完 最後一個小腿肌群 最後一個動作我們要伸展的是 跟進小腿的位置 找一個可以撐牆的地方或是牆壁 撐好之後一隻腳往後一隻腳在前 這時候屁股往後推 要感覺你的腿後側 應該是屁股往前推 要感覺你的腳跟踩在地板上的位置 腿後這一條是有伸展的感覺 所以屁股往後撐緊 沒感覺的話屁股再往前推多一點 腳跟不要離地 這時候就可以伸展到你的腿後側肌群 站穩之後屁股往前 感覺你的跟腱有個良好的伸展放鬆的狀態 15秒之後換邊 踩穩之後前腳穩定 屁股往前推 這就可以伸展到你的腿後側跟腱的地方 小腿鼻目魚肌肥腸肌的伸展 記得腳跟不要離地喔 腳跟盡可能往下踩 配合你的呼吸 吸氣 出氣放鬆 當然還有一個更好的方式 如果你覺得這個動作比較難伸展的話 你也可以找一個像這樣可以踩的地方 踩下去然後身體往前壓 也可以有效地去伸展到你的腿後側肌群 就有時候在公園會看到那種拉筋板 原理就是一樣的 就是踩成斜的身體重心往前 這時候就會生長到你的鼻目魚肌肥腸肌 所以這比較不會足底筋膜炎嗎 足底筋膜炎跟小腿的緊繃程度多少有關係 那如果你的小腿緊繃程度可以有效地放鬆的話 對足底筋膜的張力也可以下降 所以它不會直接影響 可是如果你減少小腿的負擔 對足底筋膜炎耗發的可能性也會降低很多 腳尖踩好之後 重心往前壓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關於訓練後的一些腿部的伸展放鬆 記得在每次訓練之後 有好的伸展 會對你的下一次訓練會是比較有幫助的 因為我們的課表呢 都是循序漸進而且互相影響牽連的 今天練得很輕鬆 代表肌肉可以準備比較健康來迎接下一次的訓練 今天練得很累 也對於訓練進步會比較有幫助 可是對於下一次的訓練負擔就會比較大 所以有效地在每次做訓練後的伸展放鬆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樣才可以保持你在每一次肌肉都可以回到比較良好的彈性 準備好來應付下一次的訓練 所以記得收操很重要 不要偷懶每次都略過跑步之後的收操環節 跑步完之後是很爽沒錯啦 可以去吃冰可以去吃宵夜喝飲料 稍微爽一下 但記得爽之前伸展完再去 你下一次訓練才會比較爽 OK 我是人家鄉隊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始下禮當今天這個 跑步新手有餐特區的這個收操環節 就到這邊結束 那如果想看更多關於什麼樣的新手有餐主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 美东必须可以拍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